大家好 最近有没有在追剧啊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朋友们给我留言说 想要看江湖的装造教程 今天呢 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江湖在彭越时期的休闲生活装 来一点主页 江湖彭越时期的装萌呢 主打的就是一个母化装 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打扮 然后去收拾自己 他没有时间去打扮 他每天都在想工作 事业事业每天都在搞事业 所以呢没有那么多心思去 打理自己的妆容 要上镜嘛所以还是稍微的化了点的 很粗很粗的一个妆感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妆感了嘛 所以皮肤一定要好 粉底呢就要选那种非常非常细润 就是选那种素颜霜 其实就够了那很多朋友就是说 这种素颜霜啊就是太薄了 遮盖不住皮肤的一些小小痴 第一用好的这条膏 其实你皮肤不遮一遮 把肤色调均匀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要好好护肤 不管女孩在哪儿开始啊 我觉得皮肤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皮肤好的话 给人的第一印象加分很多 自己看的也舒服 一定要好好护肤 我们来体谅一下 首先踢躯 面中啊啊 法律文笔记底这些 都可以踢起来 看你的五官看起来更柔和啊 就是你的是我的 我的面部有一点崎躯 涂一点就是啊 内沟这里 要涂在最深的那条沟那里 然后慢慢慢慢的 向四周延展开来 哪里颜色涂哪里 然后一些小斑啊 什么的不是特别明显的 就不要去遮它了 留一点点质感 修个容 先全往里修一修 下额线这里不要那么突出 上完了以后用手摸一下 哪里还黏黏的 你就在哪里再拍一下 用这种颜色 这种奶茶色 轻轻的扫一下 下一件来一点 一点点 再来一点这个粉色 我这种手 对搓一下 放在盐皮的中间一点点 提亮起色 先扫一点点眉粉 让它更加的毛绒感 再给我扁一点 嗯 画一下根根色明的眉毛 首先你眉头呢 要跟紫眉毛走向花窝 慢慢上去 慢慢转向 下来啊 再来点根 眉尾的地方 不缺口 这边是 顺着你的毛流画 然后延长一点 眉尾 眉毛底下这里 仿生几根小杂毛 但是要顺着它的毛流画 毛绒感 看这样子的 画一点点小眉毛在这里 这样眉毛就很自然 现在来画一个小眼线 看不出来有眼线 眼线的那种眼线 其实就很轻很轻的 扫一下你的睫毛根部 不是纯黑的 眼线的咖色 然后眼尾这边拉长一点点 这边再来一点 眼线化身了呢 其实就会点盖出灵气 再用很小很小的发一点点的眼影 深色的 然后把你这个睫毛根部 虚一下 这个刷子上的鱼粉 在你的小眼睛这里 轻轻轻轻轻的摆一下 腮红就用它 打算你的 平轨气跑中间的地方 给你的皮肤增添一点点血色 然后用这个鱼粉 往你的眼睛这里 眼睛下面这里 戴一点点 用它的睫毛 直接像夹子的话呢 就会夹得很乱 现在的话那里胶 稍稍的夹一下 它就会变得卷翘 一层一层的夹 不要直接就夹死一道 夹死一道 就会叉叉 睫毛打底 它的颜色都是很淡的 是这样子的 涂一根淡淡的颜色 用你的指腹 边人涂的不要那么实 从中间 再加深一点点 这脚完成了 这生活里面是最少好用的 就是那种尾素颜妆 好了 现在弄头发了 我那会儿比现在短 我现在也没有 那个时候的流汗多 我现在就只有一点点流汗 要把这个流汗 放点水 拿出我的小梳子 先把它给往下 第一次行吹 那个发根吹坏了 斜着吹 两个反方向都吹 让它头发全部往前走 好 把它往前走了 我下头发没那么多 剪一点吧 像是就是自己剪 剪这么多吧 可以 大概其实剪到眼睛下面 这里得 哇 把它剪到多了 好 顶住根部 往上调 再来一段 把根部 加固一下 好 冷却 OK 流汗就差不多就这样 把根部弄点水 来个小梳子 让它都抬起来 这种好几档的吹风机更好啊 就是吹这种刘海都用那种小一点的风 温柔一点的风 好 再来一层 大概吹三层 定一下吧 然后头发这边要做一个弧度 捏着吹 要翻起来吹 充一个弧度 让它有一个自然的 自然的弧度 这是这样的 有一个自然的弧度 压着这样往外翻 往外翻出去 轻轻的往下来 来一个小弯 45度长的头发 轻轻的走一个大弧度 让你的后脑勺什么的 侧边更圆弧 先压 压弯 然后再往上挑 这边也是啊 往内扣 把我呀稍微的往内扣一点 让它有一点点厚重感 然后这边 做一个弧度 挂耳弧度 好 大一点 那样自然的一个 一个弧度 后脑勺啊 后脑勺的弧度很重要啊 这样子 你的侧面看起来 就会非常的修饰头型 不然你侧面 后脑勺一扁呢 又显得脸更大 显得脸特别大 所以后脑勺一定要鼓起来啊 好 刘海拿下来 操伙着看看 在它定型的时候呢 要夹住 放下来 大功告成 好 好了老板们 江湖以整装待发 我要骑着我的小店鱼 向你们飞奔而来喽 感觉要回去上班了 要回腾院了 好了 我现在要去继续录衣服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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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